坐落在苗栗的农委会促产试验所 不管是研究室或宿舍 又近舒适 但现在近沦为套房 这男主角就是他 国内研究黑水蒙仙区农委会博士梁士祥 女主角不是他的另一半 而是租用促产所实验室办公 同样已婚的44岁房姓女子 梁士祥避而不答 不过没关系 根据法院判决书内容 梁士祥和这位方小姐 两人在2011年到2017年 天雷勾动地火 多次发生不倫关系 地点从图书馆 文室宿舍到废弃老屋 通通有 期间他老婆怀疑过 但苦无证据 最后两人2017年协议离婚 隔年房小姐也和老公失和 并坦诚外遇 两人的奸情才曝光 双方的另一半在年底 纷纷依妨害婚姻告上法院 房小姐向老公还有法官透露 梁舍祥传讯息要她看书 就是要在图书馆发生性关系 蔡玉米则是在温室 她还出示双方闲诗对话 里头甜意味口交 柔则是柔胸部意思 梁士祥前妻也因方小姐曝光简讯 再多告她一条 妨害秘密罪 对此方小姐表示 不方便啊 梁士祥审理过程只坦承双方 2016年三度通奸 法官调查认为不能 仅依赖内容认定有 妨害婚姻之时 蔡姓梁士祥坦承的 三次通奸行为 判她八个月徒刑 梁士祥则上诉台中高分院 至于方小姐部分 则将在近日宣判 地方中心苗栗报道